我覺得注重四個原則 保暖 透氣 防滑 還有防水 網路上先預約好 請他寄到你的飯店 最值得的是我們夜爬到準備要天亮那一段 一直怎麼看怎麼美 你就會看到那個雲還慢慢出來 你越往上爬 你就會看到那個雲的位置越來越低 會很有成就感 森小屋就看起來很恐怖 很多人都說在裡面很気持悶 如果很想吐就會出來外面透透風 跟我想像中超級不一樣 它有點歐聲勒 對 它很像那種山中小木屋的感覺 也還蠻新蠻乾淨的 但它有個字面缺點 如果你喜歡日本旅遊 或對日本生活有興趣的話 歡迎訂閱YUI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Facebook跟Instagram 那影片開始 嗨喲 我是住在日本的台灣人YUI Liss 在我旁邊的是 Lucy 嗨大家好我是Lucy 超久沒有拍這種坐在 坐著聊天的影片 那今天呢 要拍的影片是跟大家分享 富士山的登山攻略 對 就是包括怎麼樣子 預定三小屋爬山前要準備什麼裝備 還有就是在山上的時候要注意什麼 最後呢會回答觀眾的QA問題 就是我們去年有一起去爬了富士山 我其實不喜歡爬山 我喜歡去森林 我喜歡去森林 我覺得應該也有不少人跟我一樣是把爬富士山 富士山攻略這件事情 當作你的人生清單 人生必須要check的一個事情 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像我們這樣子 不爬山的爬山小白 要怎麼樣去做一些事情準備 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 耶 你在爬富士山之前有喜歡爬山嗎 我喜歡爬小山 我喜歡去開的 就是只要爬一天的 沒有就在山上的那種 我大概就只爬過象山之類的 類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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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像我們都一樣可以完成爬山 所以大家也可以 就是請大家把這個攻略好好的看完 然後因為我們不是爬山的專家 所以如果有非常懂登山的山友 或者專家的話 有更好的建議 那也歡迎你們就在影片的留言欄 留言跟我們分享 有什麼樣的更好的建議 來幫助我們這些爬山翠牛 OK 那今天的影片開始 那爬富士山其實有四個路線 Lucy 可以跟大家分享是哪四個路線嗎 我聽說 一個是吉田 一個是虛走 然後還有一個是 還有一個是富士宮 爬子高 那這四種路線最適合初學者的 其實就是吉田路線 那沿途上還有兩多三小屋 可以讓你休息 所以我們今天的分享 都會以吉田路線為主 如果大家不知道 你要爬什麼路線 你還在猶豫的話 那基本上你就是爬吉田路線 沒有猶豫 沒有猶豫 第一次爬大家都是爬吉田路線 要怎麼樣抵達這個 吉田路線的登山空 我們這次是從那個 新宿做巴士 就一路直接載網 對就是我們是在 新宿巴士打 搭巴士到富士山五合目 富士山五合目 富士山五合目 他就叫富士山五合目 從東京出發的巴士應該有 京廣巴士 跟那個富士級行巴士 對有兩家公司都有在做 基本上一到五合目 你就會看到大家都往同一個房間 基本上那邊就登山口 好像喪失 我們去登山口之後 馬上就有人在跟你收那個 登山協力金 對對對 你只要付了那個一千塊之後 你就會拿到一個這個牌子 對一個小小的木牌 很可愛 但是這個是可付可不付 但是你如果不付 沿路上他看到你沒有掛這個牌子 他就一直跟你說 欸來協力一下喔 你就稍微 對 幫忙一下 一千塊然後換一個富士山登山的牌子這樣 第二個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大家應該最在意的問題之一 就是服裝跟裝備 一般從東京出來好了 東京是夏天 然後你到五合目的時候是秋天 然後你等到三點的時候是冬天 就是它這個溫差很大 所以衣服要就是比較好穿脫的那一種 我覺得我覺得注重四個原則啦 就是 保暖 透氣 防滑 還有防水 防水很重要 主要就是這四個原則 那像我自己租裝備 我是在一家叫做山道具屋 它中文叫做YAMA租令屋的官網 預約的 這個網站還有中文網站 然後可以先電話預約 或是線上預約四川 我是先預約之後去現場四川 四川完 確認我的尺寸之後再當場下單 但是你也可以 就是直接在網路上先預約好 然後 直接去 對 請他寄到你的飯店 就沒有一定要四川 對 沒有一定要四川 你可以直接請來寄到飯店 或者是像我一樣去現場四川 四川完之後 跟他說 我現在要確定預約 然後可以在你要登山前的 一個禮拜內去拿 去把裝備帶回家 去現場四川的好處就是 第一個你可以知道你的尺寸 第二個是 那個店員 他會幫你確認 你什麼東西你不需要 像我自己有帽子 我有手套 他就說 那這個你不用 他就會幫你扣掉一些 其實你不需要的東西 所以最後我是付 一萬三千九百五日幣 就差了六千多塊日幣 所以其實說 就是他本來有一個套組 但他其實還是可以客製化 幫你調整掉一些的東西 沒錯 裡面該有的都有 登山帳啊 然後雨具啊 衣服 都是滿完整的 而且你去現場四川的話 店員還會教你怎麼穿 然後最厲害最厲害的是 你還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在五合木還 我覺得這個超方便的 超級方便 這家店在新宿 不用把它帶回新宿 我就是新宿帶回家 然後我把我的包包裝好 我去爬富山 富山爬完下來 我就只帶五合木跟那一雙被說拜拜 就是對於從台灣來 或是從海外來的人來說 還滿方便的 滿方便的 而且還可以寄到半件這裡的超讚 就是 基本上他給的那個set 已經非常非常完整了 就是我只有在另外家買一件是那個 排汗衫 Montbell的這件 羊毛的排汗衫 這個穿在裡面就是流汗的時候 比較快感 對 比較快感 還是可以保持身體乾爽 不然就是你流汗你衣服濕掉 你那個衣服濕濕的上去 山頂很容易感冒 對 在山上就最怕失溫這件事情 所以排汗這件事情還滿重要的 對 然後還有遮羊帽 被捨像要去去搶劫 對 遮羊帽戴起來超像要去搶劫的樣子 因為我有買這個遮羊帽 然後是有遮到脖子跟前面的臉 這是可以拆的 就可以拆掉 超好笑 就在山頂紫外線真的非常非常強 對 而且是在正暑假的時候上去的 七八月 很熱 很熱 所以那個防曬很重要 要做好 喔我還有買就是襪子 羊毛襪嗎 對羊毛襪 我們在租那個裝備 Yamadokuya的裝備裡面 它就有一雙襪子了 可是怕襪子失掉 失掉或幹嘛的 對 失掉的話你腳不舒服 或是你可能造成身體失溫什麼 所以我有多準備一雙襪 就是在租這些set裡面 它其實是有附語句的 防禦衣 防禦衣跟那個 雨褲 對 還有一些綁腳的 反正就是不要讓你任何的沙子或是 雨水浸到你的一般的衣服裡面 對 那Lucy可以跟她分享一下 你應該買了什麼東西 我那時候因為是買的嘛 我為什麼會想要買 主要是因為想要趁機練習 多練習爬山來 因為我可能身體比較弱一點 所以在去之前還是有比較 然後就是比較積極的去練習 去爬一些其他的山這樣子 所以我那時候就買了 我的鞋子是有買的 然後我的外面最外一層的那個 風雨衣也是有買的 還有那個拍翰箱 我也是有在另外買 襪子也是另外買 像這件就是穿 那時候穿在最外面的風雨衣 就是 我後來在 也是在新宿那邊買的 然後因為這件它就是防風嘛 然後又能防水 防破水 所以就是碰到下雨的時候 也是可以穿它 然後再搭配就是雨褲 雨褲我也是有另外在買 這樣子 對 買很多耶 所以就真的是買很多 我就真的是 靈靈這種花 真的花一筆錢 所以就變成說 爬完富山之後還是去爬山 有沒有 要繼續努力發山 要繼續努力發山 因為不然我也沒有辦法回本 像這件 防風外 防風雨外套 就是兩萬多塊 兩萬兩千日幣 兩萬多塊日幣 然後我記得那雙登山鞋 也是兩千 兩萬多塊日幣 登山鞋 對 講這樣 我其實覺得它很オシャレ的 這樣子 對 登山鞋還蠻帥的耶 就是有爬山經驗的朋友 推薦有跟我們說 其實那雙鞋很重要 就是它那個防水 它的防水 對 Cortex 一定要有 不然你就 別買了 別買了 我租的是 它有分 有GOTEX方案 跟沒有GOTEX方案 我本來是選 有GOTEX方案 可是店員 他就幫我們看了天氣 他就說不用 我租便宜的 沒有GOTEX方案 這個就是要 對 就是要去現場 對要現場 問專家或是就是 比較有經驗的人 他會告訴你自己的事情 但是因為 Lucy是她平常 還要再去爬山 所以她也不知道 她之後遇到的狀況會怎麼樣 所以就乾脆一次買好一點 對 對 那你在挑選登山鞋的時候 有特別注意的嗎 除了防水以外 好像是那個底 就是它的底的那個 硬度也要夠吧 因為畢竟富士山跟 要爬延長之類那種 會有比較多不平的 或是有經驗的地方 如果那個鞋底不夠硬的話 你有辦法 你的腳會受不了 然後登山鞋一定要去現場試 因為你不試的時候 就是你要去試它斜坡 下坡的時候 它會不會 就往前頂之類的 腳會不會舒服會痛之類的 那最後就是 服裝這件事情 再跟大家總結 要怎麼樣 穿衣服 我們就是 這裡面的里程呢 就是要講求快感排 排汗跟透氣 排汗快感 對 然後中間的時候呢 裡面要穿 可以穿一些 比較輕便的 但是保暖的 保暖層 就是保暖層的部分 然後在保暖層外面之後 在外面的話 可能是穿就是 可以防水或防風的 就最外一層一定是 防風防水的 那基本上我們 一開始出發的時候 我是就穿 剛才給大家看那一件 排汗衫 加短梯 我們的出發起點是這樣 對 然後走到中間 可能比較冷的時候 外面會再加一層 加羊毛外套 對 就是加 blies 或是那種是尼龍 尼龍的那一種 外套也可以 對 然後再往 山頂上走的時候 我會再加羽絨衣 可以說算輕羽絨 Runny cool 很好用 對 然後再穿一層 那個防風外套 對 防風外套還蠻重要的 因為山頂上 山頂上 山頂上風色的衣服 好大 好大 然後再來就是 下山的時候要注意防曬 所以 再來就是你要戴墨鏡 對 服裝的分享應該是這樣 對 手套也要戴 手套也很重要 其實我們今天分享的這些內容 包括你的衣服啊 裝備啊 還有就是多久以前要開始 準備這些東西的那個時間軸 時間軸 對 Lucy都有 我有大概寫成文章 對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Lucy的文章 那我們也會把文章貼在 概要欄跟 描述欄跟留言處 第三個 我們想包包裡面要帶什麼東西 就除了我們剛才前面講的那些服裝 像你的雨衣 還有你的保暖東西 你一定會放在包包裡面以外 還有幾個非常重要的 你要帶 100塊零錢 對 因為要上廁所的時候會需要零錢 越往山上走 那個 價值越高 下面大概是100 然後中間可以200 再來300 這樣子 還有就是 那個 能快速補充能量的飲食 對 最多人買的應該就是那個 Energy Bar Energy Bar 還有那個 立樂包的那種 啊就是那個洗的果凍 啊就是那個洗的果凍 比較推薦Energy Bar 我覺得餅乾很容易吃了口渴 啊 但是Energy Bar又比較重 嗯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 自己衡量 看一下下哪一個 水要帶多少 欸我們不是說是不是帶 大概一 一神在身上 我自己是帶兩個寶特瓶 水這件事情 如果是初學者的話 是建議大家就是帶兩個寶特瓶 就是一公升 一神左右 因為你帶多了 重 對 你不如就是上去花錢解決 集田路線這條路線上面其實補給還蠻多的 對蠻多補給站的 就是花錢 能用錢解決的事情 對 都不是問題 都不是問題 還蠻多人會帶的是這個氧氣瓶 鑰匙 我 很像吸毒這樣 我的這個是五升的 但這個它蠻大的 然後現在是有出那種就是小瓶的 雖然的罐子比較小 可是裡面的容量比較多的那種 壓縮瓶 那這個氧氣瓶大概就是八九百塊一瓶 然後有些人買到 有些地方買到一千二 那山上其實沿路也有賣對不對 對 山上沿路也有賣 好像我是非常非常 平常沒有在運動的人 保險經驗 想怕會再上去一樣 我那時候帶了三瓶上去 但其實一瓶都用不完 但是我們的朋友 也有人 就是那個他朋友說用了三瓶吧 對 那至於要買多少 就是看你平常的運動習慣 對對對 如果就是你想要白白叫什麼的 行動電源 行動電源 啊行動電源 有有有有 手機會不夠用 還有就是因為我有攝影的需求 所以我是有帶GoPro上去 大家看到很多我在爬山的畫面的時候 那個GoPro是有那個可以綁在 剪的 包包上面的 然後還有拐杖 啊登山掌登山掌 登山掌 對不是拐杖 不是拐杖 反正你下山的時候會很想死 對 像女生的話可能還會需要一些 卸妝包的東西 卸妝包的東西 嗯 那我是帶這種擦拭的 嗯我也是 我也是 還有擦身體的 濕紙巾 濕紙巾 我們上富山嘛 我們要保持這個山的乾淨 所以像我們這些東西擦完 就是要自己帶回去 所以建議大家要再帶一個垃圾袋 讓這個富山保持乾乾淨淨 留下美麗的山 那你還有帶什麼 我沒有帶的嗎 暖暖包 啊對 暖暖包 暖暖包很重要 像賣火柴的小女孩一樣 哈哈哈哈 我還有帶那個鞋子 因為我的 我裝備是 在五合目就要還的 那我從五合目離開到回新宿 回到家這段時間 就是我必須要穿自己鞋子 對 但是因為就這樣能輕就輕 所以我就是帶這種非常非常輕的 運動鞋 啊就是對還有我想想想想 來補充一個 因為我那天忘了帶毛線帽 我覺得毛線帽還是要帶 毛帽很重要 對毛帽很重要 還有那個綁腳的 就是房子沙子的東西 我記得我那時候是直接在五合目的那邊 就是租的 就是租的 對 喔你是租的 對我是租的 我那時候頭燈也是現場租的 喔對還要帶頭燈 頭 因為要夜爬 要夜爬 可能大家會想問 你就需要帶洗臉啊刷牙的牙膏啊 或是沐浴洗髮精嗎 不用不用啊 不用 不用你不要洗澡 因為不能在上面不能洗澡 就是你只能用那個四季擦澡 主要是因為富士山 我們要保持它那個山原本的美麗的樣子 所以我們不能留下任何的化學的東西在上面 所以牙膏 沐浴乳洗髮精這些 你可以完全不用考慮 其實大家那個爬山的時候那個裝備 是會有一個後背的登山包嘛 然後基本上還會再帶一個 就是你前面比較好拿的那種小包包 你要零錢手機拍照什麼都在這裡 就比較不用拖來拖去 比較好掏啦 下一個怕也是很多人問的 就是爬富士山要花多少錢 我昨天算了一下 我全部大概花五萬塊 包含三小屋租借裝備 車費跟在富士山上的所有花費 大概是五萬塊 新宿到五合目的巴士來回是五千九 然後我們三小屋是一萬八千多 它是含那個晚餐 我們的住的房間 大家可以去看去年的影片 我們住的連演館算是蠻好的 它蠻新的對不對 很新 然後我們又是獨立的一個房間 各式 是因為我們本來打算四個人住 然後它就正好有四個人的各式 對 沒有沒有我們最後三個人share 因為我們以後有一個人 我們的leader 本來是要帶我們一起去爬富士山 唯一有經驗的登山者 對 它確診 因為它確診 它就在前一天確診 所以最後是我們三個人去share 那一間行間的錢 對 一萬八千多 但如果大家是住那種一個人一個人的 應該不會 應該會再便宜一點 對 租裝備就剛才跟大家講了 我是花一萬三千多 沿途的物資 嗯 還有這個 金剛棒 對 金剛棒 對這個這個蠻花錢 這個也是花了大概兩三千塊 大概花費就這樣 我在現金的部分大概 我們那時候都是大概準備一萬塊 一萬出 對 然後零錢要多帶 對零錢多帶 然後保險姐姐再帶個卡 但是因為上面畢竟就付山賞 還是建議現金 對 而我這樣我總共是花了五萬塊左右 我那時候玩的比較奢侈啦 就是我想要做什麼就做 但是你要省一點的話也是可以省 也是可以再省 然後再來也是很多人在意的問題就是三小屋 三小屋 嗯 因為畢竟不是一般人不會住山 沒有住過三小屋吧 沒有爬過山人的話 對啊 你覺得三小屋跟你想像中一樣嗎 有一點不一樣 我覺得跟我想像中超級不一樣 它有點押忍勒 對 它很像那種山中小木屋的感覺 就是基本上它內部都是木造的 然後也還滿新滿乾淨的 就是我們爬之前當然有做功課 看到就三小屋就看起來很恐怖 然後很多人都說在裡面睡很不舒服 很気持爛 如果很想吐就會出來外面透透風什麼 完全不會 有的山屋就是可能比較舊一點 嗯然後是那種睡通步型的 對 但是我們的三小屋真的是滿讚 嗯 然後再來是副餐 剛才Lucy有講 有副一餐 對我們那時候吃了牛丼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那時候真的是吃完之後覺得很感動 我們住的是附一餐 那有一些是附像太子館 是附晚餐跟早餐 對 然後早餐是給你一個可能便當還是什麼 讓你可以帶走的 那每一間三小屋可能不太一樣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你們想要住哪見 我覺得還滿不錯的是 他的廁所就是我們只要付一次錢 嗯 就會無限上 而且他廁所也好乾淨喔 對廁所也很乾淨 我覺得是所有 我們在附山上的廁所裡面最乾淨的 對 但他有個字面缺點 就是他就在前 他位置太低 對他位置很高 因為三小屋很多嘛 大家可能也會想說 那我要怎麼樣選三小屋 要選哪一間 那我自己建議 往上一點 至少八和木 為什麼這麼說呢 是因為我們那時候住在七和木 所以我們第一天爬很短 很快就到 我們是在小屋他就休息了 可是因為要登頂嘛 還差很大一段距離 就變成說我們後面夜爬的時間 變得比較長 所以導致我們花了更多時間的發現 延場最多最多是在七跟八的中間 所以等於我們夜爬都在爬延場 對 超級累又超級冷又超級暗 超恐怖 等於說你前面可能只爬了五分之一 甚至五分之四都在第二天 對都在第二天爬 第二天會非常累 所以雖然那間三小屋真的很極棒 超級棒 可是如果大家判斷自己的體力不夠的話 建議我覺得第一天先多爬 寧願第一天多爬 給大家參考一下 讓你們知道要預約哪一間 很多人問就是 預約可以取消嗎 每一間三小屋不一樣 那基本上可以 像太子館的話可能就是 比如說兩三天前取消 可能就扣20%之類的 跟飯店一樣 跟飯店一樣 還有就是要怎麼樣預約三小屋 每個三小屋它開始 開放預約的時間也不大一樣 那基本上會在四月底到五月初的時候 會比較多三小屋 就開始可以開放大家預約 所以其實在這個時間段的時候 就是可以開始 就是去留意說 欸我想要哪些已經可以開始訂了 那我想要出來哪裡這樣 我覺得這件事情可以開始準備的 對當然也是有六月才開始開放預約的啦 像我們去年是本來預約太子館 結果很快就滿了 對 所以我們踩第二順位預約聯眼館 登山的時候 要爬多久 官方說法是 四到七小時 全部 就是看大家的體力 但是我們大概爬了十一二個小時 那因為演場我們是在半夜爬 我們看不到 我們看不到路 看不到路 而且風很大 風很大 還沒什麼人 就變成說你要踩這個岩石 還是要踩那顆岩石 就是要比較花時間 然後因為半夜嘛 就是體力也不是很好 每遇到一個三小時 我們就休息 至少十分鐘 官方的說法是 四到七小時啦 就 到底是為什麼要這樣 自己參考 大家自己參考 對 大家要自己參考 羊骨也這麼表示 他什麼時候要用氧氣瓶 大家可能也會好奇 基本上我們的 本來是我們的Leader的那一位朋友 他的意思是說 你不舒服你就先吸了 就不要硬撐 因為等到你真的高山症發作 之後 就來不及了 那通常高山症 好像是在三千公尺吧 兩千八三千左右 就會開始 有些人就會開始出現症狀 那我自己是 六合目到七合目 這中間有先吸第一次 然後之後會再吸的話 都是延長半夜的時候吸超級多 或者是大家可以觀察一下身邊的 那種有帶團導遊的 他們都會在一些地方休息 然後集合所有的朋友說 來我們現在休息 吸氧氣 那大家也可以觀察一下 他們在哪裡 我們可以跟著一起吸 聽起來有點不太對 聽起來要 那還有 那山中如果遇到沒有水 或是肚子餓的時候怎麼辦 就是我們剛才有說的 就是這條路線上面有滿多山小路 就基本上每一盒目 都會有一兩 一兩 一兩 然後它上面基本上都會有 販售一些水啊 跟那個 吃的 這邊是半夜 對對對 陰塵的時候也有賣 對 那種暖暖的乾酒啊 乾酒也有賣 還有什麼熱玉米濃湯之類 雖然半夜不會全部都開 對 但反正一定有 反正該帶的帶好 然後 不要太擔心 就這樣 然後還有這個 給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金剛棒 這個金剛棒算是 爬覆山的一個象徵 一個證明 就是我攻頂囉 這樣子 這個棒子本身呢 是在五盒目的時候就可以買 就是公車走 像公車走到那個地方 對 反正它有一個很大的 來購物的地方 你可以在下面買 或是你上去 七盒目吧 七盒目也有買 反正每一個 三小屋都有 所以 像七八盒目中間 超級多三小屋 你就會有超級多的時候 各種硬 各種硬 就有超級多個 那你可以自己去衡量 我沒有每一個三小屋都蓋 因為我這隻比較短 蓋不完 那我就是一個和睦 蓋一個或兩個 然後宮頂再蓋這樣子 而且通常一個三小屋 它可能還會有兩三種 啊 頭會賺錢 他們真的很灰 他們真的很有生意圖 除了這種金剛棒以外 還有那種就是一個本子的 你直接可以蓋在本子上 那這有點像豬印杖那種 對 那只是它是木頭材質的 比較可惜的是我們沒有在山頂看到 遇來光 啊對 我們在途中 因為其實一般正常速度爬上去的話 大家應該會是在即將攻頂的那一段會塞住 因為大家都要在山頂看遇來光 但是我們完全沒有遇到塞車 因為我們都沒有遇到 對 可能 我們最近看到人家在下山的時候 我們才準備要攻頂 再來就是攻頂嘛 攻頂上去之後其實有個見峰 但因為我們本來為了要趕巴士的時間 所以我們就沒有去見峰 我覺得蠻可惜的 其實大家回程的巴士要訂的時候 也許可以把時間安排在三點吧 我們那時候後來回來是三點 因為我們下山也比較慢 我們什麼都沒有 別人慢 我們就看著幹嘛呢 我們原本一定十二點 嗯對對對 十二點就很趕 就覺得趕不到 趕不到 然後後來改三點 對對對 下山也是 我雖然沒有拍 但我蠻後悔沒有拍 因為下山也是一個很痛苦的過程 公司有那個 以前有富士山演習 然後呢 就是基本上很多 有前輩基本上都爬過富士山 然後每個人都跟妳說 下山富士山 下山超無聊 超熱超無聊 超熱超無聊 還膝蓋無力 是一直枝字形的下山 對一直這樣 然後風景都沒有什麼變化 都一樣 然後都是沙粒 紅色的沙粒 橫滑 我在滑的島 兩三次有吧 嗯 我真的是很希望自己可以滾架山 就是禮服其實是滾架山 對我那時候就看著山坡 我就只是在想像 可是我好想要有一張那個 那個毯子或是 紙板 我就直接滑下去 對 官方說下山兩三小學 那我們大概只有四點五個小時 那就是爬完之後 你覺得有什麼心得嗎 心得就是 富士山上的風景其實很漂亮 它這不是我們一般可以看到的風景 積極上來講 它是這樣 開心的部分是這部分 然後 我是真的還蠻喜歡那個星空島 我覺得靠近天空的那個感覺 喔 星空真的蠻美的 我其實是剛爬完的時候 有一些遺憾 因為我們太晚攻頂了 所以最上面攻頂的那個燒印已經關了 就我們有蓋到那個燒印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沒有需要見山 見峰 當下的時候真的很想要再爬一次 但是 時隔 幾個月半年一年到今年之後 就是想 還是算了 就雖然平常沒有什麼在運動 但是 我們還是成功攻頂 耶 爬富山公頂這件事情真的沒有很輕鬆 但是 也沒有不可能 就是你只要堅持繼續往前走 然後偶爾回頭看一下就是 我剛才已經經歷過這些了 我現在放棄的話 剛才走過這些路 算是 就等於就是白走了 所以就會鼓勵自己就是繼續往前走 往上爬 這樣我覺得沒有不可能啦 雖然很累 但是只要堅持一下就是沒有不可能 最後真的是靠意志力在死沉 大家就是心配要跳就好了 我們雖然說 剛剛我們說夜爬的時候很辛苦很危險 但其實我現在自己回想起來 那個過程中也是滿開心的啦 我覺得最值得的是 我們夜爬到準備要天亮那一段 你就會一直怎麼看怎麼美 你就會看到那個雲還慢慢出來 對對對 你越往上爬你就會看到那個雲的位子 越來越低 就在你的腳 原本在你旁邊然後再變在你腳下 就是會很有成就感 雖然真的很累 但是往後一看就 爬了這個這麼厲害 就覺得自己好棒 最後來回答上次影片中觀眾的Q&A 咦咦 請問你從台灣過去 他富士山有什麼特別需要注意的嗎 注意安全 要注意的今天影片都分享了 所以就是這個影片再看一次 請教Yui用GoPro拍的影片嗎 畫質好好的裝什麼穩定器嗎 對GoPro沒有穩定器 而且我直接掛在這邊 他就是跟著我一起這樣爬 有時候會用手持 但是大部分他就是跟著我這樣一起爬 所以你們看到那樣就是他自然的狀態 請問富士山如何申請及職業開放 今年申請來一起嗎 我們那時候富士山爬的時候 並沒有特別去做什麼事前申請 富士山開山一般來說 像在山裡這邊的幾天路線 是7月1號就會開 那像虛走、玉電廠跟那個富士宮 那個在靖岡那邊的話 大概是會在幾天之後 通常是會在7月10號的時候 那當然每年可能因為天候狀況不大一樣 有可能會調整 但基本上通常都在等時間段 都是在7月到9月之間 開山的時候去就可以爬了 對 然後再來下一題 你好我也預計在8月來挑戰富士山 目前在規劃做功課階段 目前卡在預約三小屋 這逛了三小屋的網站 卻不知道要怎麼預約 請問一定要如何預約三小屋 網路上預約 因為其實爬富士山不是只有日本人在做的事情 是全世界世界各地的人都會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就算沒有中文文章 他至少一定也有英文文章 所以就是不用太擔心 大家可以用Google翻譯翻中文去預約也OK 平常沒爬山也很少運動的人也能爬到負責你嗎 沒有 下一題 阿富士山要花多少錢 跟團有推薦嗎 還是因為可以開個台灣團 不行 不是我覺得開團應該要有一些執照 我沒有辦法負責大家的生命安全 我自己都有一些 所以開團這件事情是不可能 短期內是一定不可能 那跟團有推薦嗎 沒有 因為我們是自己打 對去的 那我相信你上網查Google 富士山登山 團 一定會有非常多的旅行社有團 好那希望今天這個富士山登山攻略的影片有幫助到大家 可以知道如何預約三小屋 知道要準備什麼樣的裝備 知道要怎麼穿 然後還有什麼心態調整 這一方面的 那如果今天影片有幫助到你的話 希望你可以幫我一個讚 讚 然後呢還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 其實我們今天分享的這些內容 包括你的衣服啊裝備啊 還有就是多久以前要開始準備這些東西的那個時間軸 時間軸 對對對 Lucy都有 我有大概寫成就是整理成文章 對大家可以去看一下Lucy的文章 那我們也會把文章貼在概要欄跟那個描述欄跟留言處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更仔細的了解這些東西的話 可以去看Lucy的文章 那欲的頻道平常在分享日本生活還有日本旅遊 還有日本旅遊 那喜歡的話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也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跟Instagram 開小鈴鐺 莉莉 楊陀叫你開鈴鐺 不喜歡就有人再見 我是欲瑩瑪丹尼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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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囉 美